我們上次有講這個地藏經的重要性 為什麼我們要學習地藏經 有幾個重要的理由 第一個地藏經本身它是個因果的教育 因為在這個時代物質太過於發達 眾生的心對這個物質的 外在物質的環境所誘惑 慢慢失去正念 正念的力量越來越薄弱 所以在這個時代特別需要強調因果的教育 而地藏經本身它是個很好的因果的教育 這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 這個地藏經本身是一個佛門當中 講這個孝道的一部經典 有的人會認為說佛法講空、講無常 好像什麼事都不管了 那個什麼親屬的恩愛全部斬盡斷絕 出家修行 好像感覺冷冰冰的無形無矣一樣 其實不是的 各位我們學地藏經就知道 地藏菩薩過去生當中 好幾世都做孝順的女子 來報答他母親的恩到地獄裡面去救他母親 那我們本世世交摩尼佛也是一樣 也是為他父親 成道之後為他父親說法 為他母親說法 讓他父母親都能夠證果 得到解脫 還有很多很多高僧的這個例子 高僧大德 菩薩的這個例子 很多 好像有本書叫做《世門真孝錄》 它裡面講這個經典裡面記載 佛菩薩也好 祖師也好 他們怎麼樣孝順 他們父母親的實際的例子 反而一個真正學佛修行的人 他孝順的心是比世俗的人更強 為什麼 因為世俗的人 他有時候他沒有學佛 他會只顧自己 但是真正學佛修行的人 他會慢慢地放下自我 放下自我的時候 孝順心要升起就比較容易 所以 地藏經本身也是佛門當中一個 講求孝道的一個教育的內涵 再來從這個孝順心 推廣就是菩提心 就像梵王晉菩薩說 孝明至止 一名為戒 我們菩提心就是想要成佛度眾生的心 而菩提心的升起就是 因為我們對一切眾生 都有這種孝順的心 因為一切觀察一切眾生 都是我們過去生的父母親 對他們升起孝順心 所以呢 我們就能夠發起慈悲心 乃至菩提心 再一點呢 就是地藏菩薩 他是佛陀 特別副主 在末法時代 來度化我們末法時代 眾生的一個大菩薩 在地藏經的最前 最后 都有世尊的 殷勤的父主 告訴地藏菩薩 你一定要來護持 末法時代的修行人 所以你看現在的 我們現在的這個佛教徒 有去看傳佛教的佛教徒 跟觀音菩薩 地藏菩薩 特別特別的有緣分 因為他是佛陀 特別副主 來護持我們末法時代 修行人的 一切眾生的 乃至於說 我們要學習地藏經 可以得到今生很大的福報 或者是來世 很大的這個 來世得到這個解脫這樣的功德 就像我接手這個道三世之後 好幾位相客來到這個地方 問我說 怎麼抽籤的沒有了 我跟他說沒有了 也就是沒有了 我跟他 而且我告訴他 我們當然我們過去 大家都有抽籤的經驗 你抽籤抽完之後 說你未來很好 你只是高興一下 但是你說實在你心中 還是半信半疑 也不可能就完全相信 那麼抽籤說未來不好 不好之後 你只是心中起煩惱 憂愁 然後該怎麼辦 你也不知道 也不是說 這個抽籤說不好 你在工作上丟一百塊錢 你這個命就能轉好了 那要這麼好的話 我也不用修行了 我整個工作上丟錢就好了 那我就是 我這個就能夠改命運了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告訴他們說怎麼辦呢 你還是多念 這個觀音菩薩的聖號 因為這個地方的人 跟觀音菩薩有緣 我說你多念觀音菩薩的聖號 這個才對我們 對你來說 才有真實的利益 真正的加持力 所以就是說 我們這個能夠學習 聽文 或者學習 或者乃是天天讀誦 《地藏菩薩本願經》的話 那可是有很大的利益 知道聖號性之後 接著我們今天開始正式的 來跟各位介紹 《地藏菩薩本願經》 在講經之前 我們先把這部經 這個經題 這個標題解釋一下 因為一部經的經題 就代表一部經的重點 這部經的經題就是 《地藏菩薩本願經》 我們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先介紹這個地 地就代表什麼 就像大地一樣 菩薩的心就像大地一樣 大地有什麼特質呢 大地是不動搖的 這個就自立來說 大地是不動搖的 那麼就立他來說 大地能夠生長萬物 我們解釋一下 第一個就自立來說不動搖 我們看我們的心 都是不斷在飄飄飄盪盪 這個遊戲到山下 各式各樣的車水馬龍 各式各樣的人士 來來去去 我們心都跟得動 一下快樂 一下不快樂 然後或者想過去 想未來 很多很多的妄想雜念 那我們今天學佛就是什麼呢 學習佛的慈悲與智慧 那麼因為佛的慈悲智慧 所以慢慢的我們的心 就能安定下來 就像大地一樣不動 而這種像大地一樣不動 不是說死掉了 什麼念頭都沒有 不是 而是你有這個慈悲跟智慧 所以你心安住在慈悲智慧當中 你心不動 所以這個地 就像大地一樣不動搖 這個是由自立來說 那麼就立它來說 這個地它能夠生長萬物 你看我們這個 在大地上面種種種的這個 稻米啊 這個水果啊 各種各樣雜糧啊 還是我們也是在這個大地上面成長 生長 大地都會平等的來 互持我們 使我們得到生長 就像 你看今天 不管我們今天是保護大地 滋養大地 保護大地也好 或者呢 你對大地不斷的破壞 像有人在這個大地啊 倒什麼污染的東西 破壞大地 不管長養大地也好 保護大地也好 或者你破壞大地也好 大地都是平等的 來長養一切的萬事萬物 像大地一樣 那這是什麼呢 菩薩的心 地上菩薩的心 也像大地一樣 你不管恭敬福 不管恭敬地上菩薩也好 不恭敬地上菩薩也好 不恭敬地上菩薩也好 他都是一樣 他的慈悲心 都是平等的 來度化眾生 你看尤其地上菩薩 他特別發援到地獄度眾生 各位想 地獄的眾生都什麼樣的眾生 都是非常的 業障很重 這個 煩惱很重 然後造的業都很重 才去地獄 那這樣的眾生 你要讓他升起一點善根 是很困難的 甚至菩薩度他 他可能對菩薩還會產生嗔恨心的 生氣 或者毀謀菩薩的 但是菩薩面對這樣的眾生 他慈悲心和智慧 安住不動 像大地一樣安住不動 所以他就能夠不斷地度眾生 而心沒有任何的動搖 沒有任何的掛礙 所以他能夠不斷地生長萬物 不斷地度化眾生 就像大地一樣 這地獄的地的意思 那獄呢 這個也是可以就自立跟利他來說 就自立來說 就像這個地獄十倫記裡面他說 安忍不動猶如大地 靜律生命 猶如密葬 什麼叫地呢 安忍不動 我剛剛講的 安住在慈悲智慧 所以不動 然後什麼叫葬呢 這個葬叫靜律生命 靜是安靜的靜 律是私律的律 靜律生命就是說 菩薩的心 因為安住在聖身的智慧當中 所以就自立來說 他跟這個如來葬 意義地相應 跟我們眾生自信本具的佛性 如來葬 是相應的 徹底證的這個如來葬 所以稱之為葬 那我就立他來說 這個葬代表什麼呢 寶庫寶藏 就是說 這個菩薩因為他心 能夠跟自信相應 所以他能夠隨著眾生不同的因緣 而顯現出不同度化眾生的善巧 這個妙用 使眾生都能夠得到利益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經典裡面講 我們如果能夠遇到地藏菩薩的這個經典 或者看到地藏菩薩的像 或者塑造地藏菩薩的形象等等的 都能夠得到很大的利益 就像一個人進入寶庫寶藏一樣 他進入到這個寶庫寶藏之後 他自然能夠得到很多的財寶 那這個是寶 這個藏的意思 所以呢 所謂地藏菩薩這個地藏 就是說 菩薩他的心能夠安住在這個自信當中 慈悲跟智慧當中 所以呢 能夠這個寒常種種的 寒常種種的這個功德啊 然後以這個功德法布施給眾生 這個叫地藏 所以這個地藏菩薩 這個我們要是能夠 不要說這個 完全聽這部經的內容 你要是能夠聽聞菩薩的名號 就做了很大的功德 不是像有的人 很多世俗的人認為這個地藏菩薩 好像 只是專門啊 管著陰間啊 地獄的眾生啊 那有人說這個地藏經啊 晚上不能唸啊 有人跟我說他晚上唸地藏經的時候 什麼家裡啊 什麼什麼盆子啊 會搖啊 什麼碗啊 會搖啊 死一層都是這樣子啊 你怎麼想 就跟哪一道感應 你要是送地藏經的時候 你想我這個 送地藏經的時候 炎的王也來啦 鬼也來啦 什麼全部來啦 你要這麼想的時候 本來沒有事就變成有事 你要送地藏經的時候 你就想 這個是送地藏 這個藏 韓藏總統的寶藏 我送地藏經的時候 居然進入寶藏當中 可以得到很多的寶物 那哪裡會有那些鬼鬼怪怪的事情呢 這就是地藏 地藏菩薩的地藏的意思 那地藏菩薩他在我們漢帝中國啊 也曾經試鮮過 各位都很清楚啊 就是在唐高中的時候 這個就現在的韓國啊 新諾國的這個太子啊 叫金喬絕 他在唐高中的時候 來到漢帝中國 而且呢 他來到這個九華山 就離我們這邊很近了 聽說坐車啊 一百多公里啊 不遠 到九華山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啊 感覺特別的好 很適合修道 很適合在這個地方啊 教化眾生 然後他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這個地方當初就有一個 大富長者 一個很有錢的 過去當官很有錢 退休的一個老人家 他常常在這個地方摘生啊 供養出家人 請出家人吃飯摘生 然後護持三寶 然後這個 他來到九華山 這個九華山是屬於這個 這個老人家的 叫做敏工 這敏工他的他的產業 然後呢 他就跟這個敏工說啊 我想在這個山上啊 蓋一個金色 敏工說好啊 當然師父願意在這邊蓋金色啊 這是我們大家的福報 就像經典裡面講 這個 這個方圓 方圓百里內 有三寶地 一切吉祥 一切鬼神啊 不敢隨便擾亂 那如果再有人在裡面修行 那更是 加實力更是殊勝 所以那個敏工啊 就好 那問說師父你要多少的地方呢 地上菩薩說啊 他說我只要一個加薩的地 好 敏工說他一個加薩沒多大 這個加薩沒多大 好結果呢 然後敏工答應之後 地上菩薩就把加薩往空中一拋 結果加薩變得越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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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九華山全部籠罩住 就是 所以現在整個九華山 就是那個時候 這個地上菩薩一加薩蓋下去的範圍 各位想如果你遇到這樣的人啊 你整個山送給他都很高興 因為這聖人啊 這不是凡夫眾生啊 敏工知道這個是聖人出世 很歡喜的把這個九華山 供養給地上菩薩 就是經巧絕 然後呢 後來他兒子 也跟著這個地上菩薩 就是經巧絕跟著他出家 敏工呢 也是一生一世 護持地上菩薩 所以各位看這個地上菩薩像 九華山或任何一處地上菩薩像旁邊 一個老人家就是敏工 那麼一個年輕的比丘 就是敏工他兒子 跟著地上菩薩出家的 這個是地上菩薩 跟我們漢地啊 整個中國人還是很有緣的 那這個是地上菩薩的意思 菩薩呢 菩薩就是梵文啊 菩提薩多 菩提就是佛達 薩多就是薩多 菩提薩多翻譯成漢文的直接意思就是什麼呢 絕有情 絕無的絕有情 就是說這個菩薩它是個絕無的友情 這個就自立來說 就立太人來說 菩薩他能夠絕無一切有情 像觀音菩薩地上菩薩都一樣 他本身已經絕無了 他是個絕無的友情 同時呢 他能夠獻種種的相 說種種的法 使眾生得到絕無 所以成為絕有情 就是菩薩 本願經 這個本願呢 就是說 這部經裡面講地藏菩薩 過去生當中 他所發的這個願 地獄不空 世不存佛的願 講了好幾個 好幾世 的這個過去的本願 他今天為什麼能夠成就 這樣廣大的功德 然後到地獄度化眾生呢 乃是到十方世界度化眾生呢 因為他的 有他的本願在 這個願力對於我們修行人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 他是個引導的力量 比如說 我們發心 我們要來聽地藏經 我們每個禮拜都要聽地藏經 你有這個願力來支持的時候 不管天晴 刮風下雨 你都有這個願力 你能夠來 你就能夠完成 把這部經 納受到信中 就可以得到這部經的功德 受持這部經的功德 那麼如果你在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你沒有願力 反正呢 我想聽就聽 那麼 一忙 而不想聽就不聽 沒有這個願力在的時候 那這個事情就不能夠圓滿成就 所以做什麼事情 都是要有願力 世間的人成功都有願力 你要走修行的路 也是要有願力 你看 觀音菩薩也好 地藏菩薩也好 阿彌陀佛也好 每一頓佛菩薩在印第當中都發下了很廣大 而且很堅定的這個願力 那這個是這部經就是描述地藏菩薩的本願 那麼經典呢 這個經 好 成為 氣經 修杜羅 泛文修杜羅 翻譯成中文可以翻譯成氣經 什麼叫氣經呢 就氣禮氣機 氣禮又氣機 好 氣和佛法的道理 又氣和中心的根基 叫氣禮氣機 那麼這個就是經 好 地藏菩薩本願經的經題介紹完了 我們就知道 原來這部經 它的重點就是在介紹 地藏菩薩的本願 而且這個本願跟我們是很有關係的 好 那這個經題介紹完了 接著我們來跟各位 我們要進入這個正文之前 我們跟各位介紹一下這部經 它的這個大結構 好 各位請看到這個地藏經大綱 我們今天發下去地藏經大綱的這個內容 整部地藏經 這部經一樣分為序分 正中分 流通分 序分 也就是說這部經 講這部經的發起的原由 這部經在什麼地方 什麼樣的因言 講這部經 這是序分 那麼正中分就是正式的講這部經的內容 就是正中分 第三個流通分就是說 佛陀說法完了之後希望這部經的內容 能夠流傳到未來的久遠 所以呢 這個時候就是流通分 好 序分的話就是 道立天空神通品第一 好 這個就是 這個佛陀啊 這個 所謂神通 佛陀放光限銳 好 然後呢 集合大眾 那集合很多大眾呢 來 然後呢 接著佛陀 佛陀就為大家來說這個地藏菩薩的本願 好 那包括這個佛陀門女的這個 佛陀門女的這個事情 還有這個一個長者 求佛向好的事情 好 講地藏菩薩過去生的因緣 好 這是一個 序分 好 說法的說法的緣起 接著正中分當中分為這個四段 第一段 能化主 好 能化主就是說指的是地藏菩薩 他能夠教化眾生的教化主 就是分身集會品第二 好 前面是佛陀說地藏菩薩的本音 那這個時候呢 十方無量變的地藏菩薩的化身 全部集合在這個說法處 集合在說法處之後呢 佛陀這個對地藏菩薩磨頂了 然後呢 交代 副主啊 地藏菩薩 你要來特別射受難言福提 好 就射受我們這些眾生啊 好 這個是佛陀的 這個副主 這個能化主 再來第二段呢 所化基 所化基就指的是我們眾生 地藏菩薩 他所教化的根基 眾生的根基 什麼的根基呢 第一個 頁緣差別就是觀眾生 頁緣品第三 這個地方先說明眾生 造惡葉 這個未來墮落 這個 未來墮落的這個 種種的因緣果報 的這個項狀 這是觀眾生 頁緣品第三 尤其這個介紹 眾生造罪之後 墮入五無間地獄 五無間地獄 五無間地獄 的這個項狀 再來呢 第二段呢 頁緣差別 就是嚴夫眾生 頁緣品第四 這頁緣感指的是什麼呢 前面眾生造罪 造了這麼多的罪 怎麼辦呢 這個還好 這個難嚴夫提的眾生 還是有點福報 所以能夠感召到地藏菩薩 來教化眾生 這頁緣感就是感召 感召菩薩來教化眾生 那這個講到這個地藏菩薩來教化眾生 同時又講到這個小狗王的公案 光木女的公案 這都是過去地藏菩薩的因地 和因地的修行 第三個頁緣的差別 就是地獄名化品第五 就是說我們剛剛講 說佛世界眾生造業 未來決定多了地獄 那麼多地獄的時候呢 地獄的差別象狀有什麼樣的象狀呢 就是地獄名化品第五 詳細的說明這個眾生造罪之後 多了地獄的這個象狀 而這個地獄是真實有的 並不是說像有的人說 這個只是一個譬喻 就像我記得我 差不多十幾二十年前 我去美國去弘法的時候 那我是跟美國居士說啊 這個地獄果報 什麼巴勒地獄 霸函地獄啊 什麼十六遊生地獄 什麼地獄 這些之後 他們那居士說 真的有這個地方嗎 會佛陀啊 講地獄是這種譬喻 比如說我今天生病了 身體像被刀割一樣還痛 這個是這種刀割 刀刃地獄 我生病了 身體像火在燒一樣 這就是火燒地獄 這是這種譬喻而已 是不是這樣子呢 我剛才說其實 我剛才說不是譬喻而已 真實有地獄 這樣一個地方 這個 所以這個字是介紹 造業之後 地獄名化品第五 這個我們剛才講的 這個地藏經 它是用因果的教育 就是說為什麼眾生 會重視因果這個事情呢 因為有地獄 講到地獄的果報 這個眾生就會收斂自己的行為 就會去注意這件事情 好 這是所教化的根基 這看第二段的 第三段的 杜托元 講到這個炎福提眾生 造業受地獄果報 造業受地獄果報之後 那怎麼辦呢 就直接講到杜托的 這個因緣 那麼杜托因緣的話 他這個地段就化入放光讚嘆 那就第一個如來讚嘆品 第六 那杜托因緣就是什麼呢 當然就地獄進來說 地獄菩薩的出世 是眾生杜托的因緣 那為什麼地獄菩薩出世 是眾生杜托的因緣呢 在第六如來讚嘆品裡面 就是說 介紹地獄菩薩怎麼樣利益人天的 的這個功德相狀 就是說我們要是能夠 這個 我們要是能夠 比如說 讀誦地獄金 或者是塑造地獄菩薩的形象 或者是地獄菩薩的名號 共有地獄菩薩等等的 可以得到怎麼樣的 怎麼樣的利益 這個就是個杜托的因緣 靠地獄菩薩的加持 那麼這個你要得到地獄菩薩的加持 你當然要透過誦金 或唸地獄菩薩名號等等的方式 好這是如來讚嘆品第六 再來利益從王品第七 好 利益從王品這個當中 其實很多的還是在說王者 好 前面這個如來讚嘆品 講的是多分講到這個縣世的 多分講到這個縣世受持地獄法門的功德 那利益從王品就是說對王者 我們要是能夠為這個王者來修復 修行為他回向的話 那麼也可以讓他們得到這個得到度託 好 那這是第一個化主 化主是佛陀放光讚嘆 好 地獄菩薩的功德 再來是閻羅讚嘆 好 那麼閻羅讚嘆就是說 好 首先啊 這個 圓羅王問啊 這個 為什麼地獄菩薩 已經度化很多眾生 他眾生還是不斷地會度到地獄裡面去呢 好 那事實上就是說 因為難言扶避眾生啊 剛強難化 好 所以雖然地獄菩薩暫時把他拉出來 他就繼續造罪下去了 好 那雖然眾生下去了 但地獄菩薩不捨眾生 又繼續度眾生 這個 我們在度化眾生的時候 或者我們在幫助眾生的時候 我們往往會有分別心 什麼分別心呢 我們會在乎說 你到底有沒有聽我的 對不對 如果我們幫助一個人 你告訴他說 什麼是該做 什麼不該做 然後他不聽話 我們就很生氣 就像父母親 在教小孩子 小孩子如果很調皮不聽話 父母親會很生氣啊 打啊罵啊等等的 因為我們都有執著 有我執 所以別人不聽我們的 我們會很生氣 但地獄菩薩不是 地獄菩薩把眾生 從三個道裡面 由於地獄裡面救了出來 救出來之後 眾生息氣很重啊 鋼強南化 鋼強南化又下去 下去之後 地獄菩薩又不此疼苦啊 又到地獄裡面 把眾生一個撈出來 撈出來之後 又下去了 所以閻羅王 在讚嘆品事實上 第一個就是說 讚嘆菩薩 地獄菩薩的大悲願力 不可思議 眾生不斷地救拔 也不斷多了 不斷多了 也不斷地救拔 這是閻羅王 種讚嘆品 第八 那接著就是那個 惡毒鬼王 主命鬼王 發願要來護持 這個修行的人 那這是杜拓的音言 鄭中芬第四段 陳佛音 陳佛音就是說 我們今天修行這個地藏法門 並不只是 就只是為了 從三個道出來 得到仁天國報而已 不是的 更是為了成佛 所以在這個 成佛音當中 第一個成佛正行 就稱佛名號品 第九 稱佛名號品 第九就是說 地藏菩薩 他宣揚實尊佛 這個實尊佛名號的功德 透過眾生 要是能夠授食 這實尊佛號的名字的時候 可以得到仁天的果報 可以消夜障 征服會 也可能還是到最後成就 大小聖的果位 那這個就是出世的解脫 有成佛的正行 所以就像我們 我們在宋帝藏經的時候 我們在宋帝藏經當中 你同時持這實尊佛的名號的時候 一邊持 就是一邊唸這個經文的時候 就等於一邊持這個實尊佛的名號 就可以得到這個名號品 稱佛名號品裡面所說的 稱名的功德 好 再來呢 成佛祝道就是 較量布施功德品 第十 持佛名號是正行 那麼住行什麼 就是 陪福 修福報 就是我們今天想求解脫的話 第一個 你要持佛名號 念佛名號 如果眾生信 一佛念佛 現前當來必念見佛 這個念佛原同道所說的 你要是能夠持佛名號的時候 就像這個身上一個人 身上帶了香囊 慢慢的 身上也會有香氣散出來 你持佛名號的時候 慢慢的業障就消除 智慧開啟 乃是去向成佛 這是一個憎恨 一個正行 那住行呢 就是 修布施 布施給貧困的人 這個 這個痛苦的眾生 布施給三保 這個是修到成佛 走向這個成佛 是錄的一個住原 就是修布施 為什麼修布施可以成就成佛的住原呢 因為你透過布施可以破尖灘 破尖灘的時候 障礙破除 我們自信的功德就開啟出來 好 以上是鄭中芬 介紹地上菩薩 地上菩薩所教化的 這個 剛才南化的眾生 然後接著呢 說明這個 杜托的 面對眾生要怎麼辦呢 杜托的因緣就是 壽食地藏法門 的種種功德 那這功德不只是說 這個人天的果報 最後可以引導到成佛 那這個說明 這部經整個正中芬就是在介紹地藏法門 壽食地藏法門的這個功德 當然這個介紹功德的同時 其實也不只是說要我們去祈求地藏菩薩 同時我們看到地藏菩薩的本願 我們也要學著發願 這個佛陀說 發菩提心破如魔障 你把你的心量打開 心量打開 不要說整個只想自己 你把心量打開的時候 才有辦法真正得到快樂 我常常看到有些人 他就是說 他可能因為貧窮的原因 所以他又會保護自己 而且不只保護自己 甚至想取一些非分的制裁 不應該得的財物 他想去求 貧窮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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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造 就是造這種奸貪的業 甚至造惡業 想脫離貧窮 但是我看 往往一輩子 還是貧窮 但是呢 你看這個真正的 真正的這種 大富長者 不只是有錢 而且他的財富 是牢固 非常牢固的 這個大富豪的人 他的布施心都是很強 布施心都是很強的 尤其像現在 很多的跨國大企業的那些 那些大老闆 老總 他們錢賺多了 好幾輩子都花不完的錢 這個時候 他會慢慢地轉型 去做一些慈善事業 不會只是想要怎麼樣 擴展生意 事業 而是慢慢地 想要去做慈善事業 當然在做慈善事業的時候 他心量擴展 反而他的財富更多 然後呢 而且更牢固 不容易破壞 所以這個布施就是成佛的祝道 這個流通分有三個 地神護法品 見問利益品 竹壘人靈品 這三個 地神護法品就是說 供養地藏 這個監牢地神 問這個 供養地藏菩薩形象的利益 佛陀就為他說 供養地藏菩薩有十種 地藏菩薩像有十種的利益 這是說明這個地藏菩薩 以地藏菩薩的這個本身 來護法 護持佛法的流通 就是說地藏菩薩他能夠加持眾生 那麼眾生能夠修信仰 修行地藏法門 那麼這個時候佛法真的流通 這個意思 第一個地藏菩薩的護法流通 第二個呢 見聞利益品 第十二 就是說見聞利益的流通 因為這個地藏菩薩的這個加持 所以呢 能夠受持這個地藏法門 那麼見聞利益都可以得到利益 那就見聞利益流通 地藏的主理人天品的流通 就是佛陀啊 你看前面佛陀在這個分身 第二個分身集會品第二 佛陀地藏菩薩摩頂 摩地藏菩薩頂 交代地藏菩薩說 你要射座 度化這個難言伏提的眾生 然後最後流通分的時候 佛陀再次的祖父 地藏菩薩 你啊 這個教化度脫難言伏提的 難言伏提的眾生 不要讓眾生乃是有一日一夜 墮落到地獄當中 我前面講的地獄名號品那些痛苦 有可怕的境界 不要讓眾生乃是墮入一日一夜 這樣子 然後接著呢 就虛公上菩薩 透過虛公上菩薩的請問 佛陀開示 壽時地藏菩薩本願經 或者地藏菩薩的名號 或者供仰啊 公信供仰地藏菩薩的形象 可以得二十八種利益 七種利益等等的 好 那麼這個就是地藏經的一個大綱 有這序正流通之三分 這個經典有沒有 你們有沒有發經典 有 好 接著呢我們正式來介紹這個經典的內容 好 地藏菩薩本願經 第一個 刀立天公神通品第一 這個刀立天 好 是這個 這個 六玉天當中第二天 四天王天 刀立天 多率天 夜魔天 花樂天 踏花之在天 從低到高 次第有這六成天 我們玉界當中有六成天 那這刀立天是 四天王天至上第二成天 好 刀立天公 佛陀獻神通 放光 獻總統的瑞相 好 那這個是要說 代表要說大聲的佛法 好 來利益重生 這叫刀立天公神通品第一 好 好 我們看這個假意的序 這個序分的部分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道立天 為母說法 好 所有的經典前面 都會標這個如是我聞 這個如就是說 底下所說的法 它是 它是不動搖的 什麼叫不動搖呢 就是說 這個法 它是宇宙當中那個真實的 真實是法 不會有 不會有任何動搖的 好 那不會有 不會有任何錯誤的 不會有任何動搖的 這個叫做如 那麼是呢 就是說這個法 是最極正確的 最為正確的這個法 稱之為是 好 不像先 事先的哲學也好 科學也好 會不斷不斷地修正 隨著人類的知識 事實累積科學哲學 事先學問會不斷地修正 但佛法這個道理 正成為經 它過去 現在未來 都不會改變的 那麼這個叫做如是 好 這樣子 過去現在未來 三世都不會改變的這個法 那麼這個是我阿南 親自聽聞的 好 這個我指的是阿南他自己 就是說 佛陀所說的這個大早聖經典 很多是阿南尊者 他 他口誦出來的 因為阿南尊者 他有這個願力 什麼願力呢 就是說 他要聽 釋迦牟尼佛所說的一切的法 所以當阿南尊者出家之後 他請世尊 再為他重新說一次 他出家以前 世尊所說的法 然後阿南尊者這個出家之後 一路當佛的釋者 隨著佛到處去 那所以佛陀所說的法 他都能記下來 然後到 然後到世尊佛陀滅渡之後 那這個時候他再把佛陀所說的法 全部讀送出來 那前面都會講 如是我聞 這是我阿南所聽聞的 好 這個如是 這個 這個 最極正確 而不動搖之法 好 簡單就這麼介紹可以了 一時 這經典裡面 都不會講某年某一天 不會講說 我們現在是 2017年 這個3月 30號 都沒有 都沒有講這個時間 為什麼呢 因為 時間本身是不決定的 好 我們剛剛說 四天王天 遇見一天最低的四天王天 倒了一天 一路上去 四天王天一天 相當於人世間 五十年了 所以各位可能也看過 也聽過這樣的故事 一個僑夫啊 他上山砍柴 砍柴 砍柴 那時候看到兩個仙人 要下棋 然後看看 看了入米的棋 下完了之後 他就想下山 下山的時候 他原本那個斧頭 放在路邊 下山的時候 把斧頭拿起來看 斧柄 斧柄 斧頭的柄都已經爛掉了 已經幾十年過去了 先人的時間跟我們繁複的時間 那是不一樣的 好 所以這個實境本身是沒有真實性的 你說天上的一天 人間可能幾十年 甚至到一天 一天人間一百年 那更久 所以這個時間是沒有真實性的 它是虛妄不實的 所以你說 這個時候是到了一天的幾月幾號 還是人間的幾月幾號 這個已經沒有意義了 所以講一時 所謂一時指的就是說 當說法的因緣會合的時候 從一時 這是時間 地點呢 佛在到了一天 佛陀在玉界當中到了一天 為他母親說法 這情況是這樣 因為佛陀 各位都知道 佛陀剛出生的時候 他母親就往生了 他就死掉了 他母親死掉之後 當然 他做佛母 不是普通的禁忌 他就 死了之後 就生到到一天 上到一天之後 佛陀他後來 出世 出家 修行正果 紅昂佛法 四十多年 到晚年快入滅以前 為了報答他母親的生命 生恩 就到道立天宮上面去 為他母親來說法 說法九十天 剛才一個節下恩居 九十天 這個地藏經 就是在這個道立天上面講的 在這個天宮上面講的 而且這個地藏經 除了後面地藏菩薩本願 講到這個地藏菩薩的孝道之外 整個法會的緣起 也是為了報答 佛陀為了報答他母親的生育之恩 也是為了敬孝道而來講的 所以說這個地藏菩薩本願經 是佛門當中的孝經 確實是這樣 而且這種佛法當中所謂的孝順 並不只是說 你今生的父母心要孝順 我們對一切眾生都是孝順 因此而發起慈悲心跟菩提心 為什麼呢?我剛剛講的 因為一切眾生都是我們過一生的父母 過一生當中有無量無次的輪迴 每次輪迴都要有父母 無量次的輪迴 無量無邊的眾生都曾經做我們的父母親 所以對今生的父母心要孝順 對無量無邊的眾生 我們過一生的父母心也是一樣要孝順 我剛剛講這個經典裡面講的 佛伯薩對父母的孝順 那古代高聖大德也有很多 對父母心很孝順的例子 像玉林國師 各位都知道 玉林國師 他母親往生之後 他打坐念佛三年三夜 來加持他的母親 黃伯禪師 他母親死了之後 他就奏怨 一直得到九祖升天 若不如是祝佛忘語 那麼奏怨之後 他母親馬上就升天 當然這個是大修行人的境界 然後我剛才看到那個 世門真孝順裡面記載 有一個出家人 他到處參方 到處參方之後呢 他就挑個扁蛋 扁蛋一投去經典 一投去他的母親 就挑了他母親跟經典 到處參方 到處參學 所以就是說 真正的 真正的是說 學佛的人 他其實 因為他的心 更加的慈悲 他只會更加的孝順 對父母 對父母 對一些眾生 只會更加的孝順 不會像有人講 學了佛之後 反正都是無我 無常 都是苦 都是不真實的 所以 對家人 對父母 都不孝順 其實不是的 這個整個地藏神的緣起 就是佛頭到道立天 為母親說法 這樣的一個緣起 好 那麼這是一的 這個通緒的部分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個地方 各位有沒有問題 這邊有人問說 恭請和尚慈悲開示 個人火把個人壽 連佛頭都無法改變 為何婆羅門女 以及光母女 之母 能夠因為 女人的供養 即發願 而改變因果 這跟回向的效果一樣嗎 請和尚為我接受 阿彌陀佛 好 一切的因果 就決定 是沒有誰能夠代受 包括佛菩薩 也不能夠代受 但是呢 在佛力 三寶力量加持之下 可以改變這個緣 那麼使得果報顯現 跟著改變 什麼意思呢 佛法講因果 事實上還 事實上 詳細地說來是因緣果 我們舉個批語 你這個種子 丟到土裡去 這個是因 這個結出果實 這個是果 丟到土裡去 到結出果 這東西要有個圓 助圓 你說把這個蟲子丟到土裡去 我再不管它了 不給它澆水 不給它陽光 它沒有這個圓 它就長不出來 果 果就長不出來 你要給它陽光 給它水分 給它空氣 甚至給它肥料等等的 它才能夠開花結果的 所以呢 因跟果之間有個圓 圓的差別 所以呢 佛菩薩是什麼呢 它透過佛菩薩這個神通力 神通力的加持 或三寶力量的加持 改變這個圓 改變這個圓的時候 當然 我們心中有很多的因 有這個 未來感應快樂的因 感到痛苦的因 一大堆 本來比如說 它這個時候是三個道 這是地獄的眾生 它地獄的果 果現前了 地獄果現前的時候 但是佛菩薩三寶力量 改變這個圓 它在心中 阿蕾斯當中 這個地獄的種子 就不再起現形了 甚至 就改變 人天的種子 就起現形 因為為什麼 這個圓 就是說你這個土壤當中 有那個雜草的種子 也有這個 話比說 也有這個蘋果的種子 你如果不斷地灌溉雜草的種子 當然就長出雜草 你不斷地灌溉蘋果的種子 就長出蘋果 那過去 墮地獄 沒有三寶力量的加持 就等於不斷地灌溉 這個雜草的種子 但是當透過三寶力量的加持 像光木女啊 波羅門女啊 祈求 感應到三寶的加持 三寶的加持的時候 改變這個圓 就等於反過來去滋潤 這個蘋果的種子 這個時候三寶力量的加持 這個 我們心中 這個仁天種子就開化結果 那這個時候就超越 上二道 到仁天去 所以各位啊 這個要相信 這個三寶的力量真實不虛 真實不虛的 所以回去要做功課 念佛持咒 有時候像各位 我們現在在學地藏經 如果你沒有其他定課 如果有定課 如果你還沒有做其他定課的話 你可以來宋地藏經 配合的宋 一方面 聽完之後再宋 印象更深刻 再方面呢 這個經典講 你宋經當中 就是 會得到什麼 得到很多的功德利益 這個二十八種利益 七種利益 為什麼 就是改變這個圓 透過宋經的力量 感應到這個地藏菩薩的加持 改變這個圓 你覺得現在很多的苦惱 很多的障礙 你就誦經 持咒 或者念地藏菩薩名號 這樣子的話 慢慢改變這個圓的時候 這個 你在阿蘭耶穌 你心中那個善的種子 就會不斷不斷開花結果 罪惡的 罪業的種子 慢慢慢慢就 它就不開花結果 那同時不僅不開花結果 在佛力的加持之下 這個這個種子啊 罪惡的種子 慢慢慢慢的 慢慢的勢力 會越來越 越來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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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來越小 所以因果 是是好不虛的 沒有錯 誰也不能夠幫誰承擔 不會說地藏菩薩幫我們承擔 不是的 但是佛菩薩可以改變這個圓 圓改變之後 相應的好的種子就開花結果了 是這個道理 好 那我們今天想到這個地方 向下文章 附帶來日 回向 其他 次 開玩笑 Curt 勉生活 пис